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的网络编辑部YouTube 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思 李孔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达马sir 欢欢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邀请我们三个频道 汪向正向沙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留得现前性的留言 今节我们就说一位 入了台湾的 直观的一位 老外是来自土耳其的 中文名叫吴成俸 偽名叫吴讽 很搞笑 他都学一些中国人 有真名有偽名 当然 这位阿国 他都挺诚实的 我们途中看到 汤姆玛丽 就是某个台湾的乡土剧 以前的乡土剧 现在叫本土剧 剧中的男主角 他就很有自信地说 在商业的世界里 汤姆超市玛丽 即是在商业的世界里 你听到这句 Time meets money 即是时间 但他就很自信地说出来 搞得我和大马上笑了很久 那种自信 那种按摩 自大 当然你说做戏真是这样 但不是 他渗透渗透的 你看看他那种 真是很自信 所以大马上说的 什么是球速 打羽毛球 什么例子 以前有一个综艺节目 主持人 介绍了一位 来自台湾的 打羽毛球手 说他打 蓋球的速度 不知多少 很快 很厉害的 在节目里 也有和其他 嘉宾玩羽毛球 很厉害的 全部都吹捧他 很厉害的 我看回 这位羽毛球手 好像不是总指球员 排名排到 100名 意外都没有 意外 哪位 你哪位 说到这么夸 说到这么厉害 其实 在 国际排名上 没有 不懂你 你哪位 他排名不代表一切 他说得很夸 什么世界第一顶 他们有什么世界第一顶 台积电是世界第一顶 其他也有 但是 说得太大了 吹得太大了 你看看他们的节目 香港主 如果看回台湾的节目 尤其是看那些 陆媒 你就糟糕了 和世界倒转的 新闻也挺多 有此这位藝人 不妨2006年 就是台湾发展 并且在台湾结婚生子 他的老婆也是台湾人 18年 也拿了台湾的籍管 亦是很多台人眼中非常爱台的一个老外 不过 他也很诚实地评论台湾的很多 缺点 吴峰就说 如果问我 台湾最缺是什么 这个真是击中了 玻璃心 但是他说的是事实 就是 国际事赢 国际观 果子观 又真的没什么 说真的 他说17年前 刚到台湾时 就发现很多人来国际事实很远 以为所有我 老外 都是美国人 是我的朋友 澳洲人 他都被台湾人问他 澳洲人是说英文的吗 不是美国和英国才说英文的吗 也问他 土耳其是否可以娶四个老婆 一说到欧盟 其实台湾人就不太关心其他国家 想看国际新闻就要自己去搜 自己去搜得比听他的 你看看什么老三 这个 还有《事由时报》 你看过那些国际新闻就很麻烦了 当然更加 是不会讨论一些国际 日本话题 他说自己很喜爱 去台湾这块土地 但是 你住了也发现 台湾来国际社会越来越远 非常可惜 你不理世界 世界就不理你 不是 跟这个 陆人说的什么坚石 大家都要跟台湾交朋友 果然这个老外 也是这么说的 而且政治不正确 也认为 如果你不去多多了解世界状况 到时世界也不想 了解台湾 其实很多台湾都会讨论台湾的 因为台湾和台湾 其实很多鬼都不懂得分 总不能只跟西人 跟外国人说 台湾美食 你知道他们很自信 那些什么台湾美食 CNN的排名 我再说一次 是那些网友自己选的 所以那些人如果发动 而且在Facebook投票 其实是没有什么功率 因为他在Facebook投票 你记住大陆很多人不想Facebook 如果大陆搞的话 也挺麻烦 你就 可能就这么近 他也说 你没理由整个就是说吃的 他经常说 就是说美食 认为很多台湾人要吸收国际资讯 尤其是 台湾四面环海同好 有着亲密的往来 不能完全不理其他国家发生的 情况和状况 不是他不理 他被人误到 让人觉得 那些世人个个对我们很好 为了民主 什么都可以 跟你说 最近 什么基于价值 那些东西 别人只是基于价值 不赚钱 基于价值 那些东西 可以什么都放弃了 你看看 如果是这样 我就问一句 就问一句 为什么当时美国 要和 中国大陆建交 要和 这个 国民政府是断交 我想问一下 就是这么简单 这位 不成俸 又叫吴俸 其实 他 最出名的节目 就是当时在老三 Iwan Co 你有没有看过 Iwan Co 原来 获得第47 金钟奖 一个 主持的奖项 亦是台湾第一位 拿下了这个奖项的 爱国人 原来 台湾也有这家 叫 他也做得不错 他也做得不错 水准 没错 原来 他亦是 通过外籍高级 专业人才 规划 项目 取得审正 中文也学了很久 原来 他很小时 就开始学中文 当然 他亦是很喜欢学 之后01年落得学位 2002年 就在 安卡拉 即是土耳其首都大学 读中文和韩学 2006年 和土耳其毕业 他就取得 台湾地区给他的一个 掌学监制 这个斯大 的政治研究所 主修是 中国清末 之后的政治 这么厉害 这么厉害 但是这个也挺好笑的 其实真真正正 清朝政权其实在大陆 他就在台湾研究 原来他的 论文也挺编辑的 不过老外研究到这些也挺厉害的 志强温动 他们有兴趣的话 应该是会很聚心于那里 很专业 但是 小弟就认为 应该回大陆会比较 适合 他老婆台湾可能就打算台湾 原来 他也是 很厉害的 他论文的名字 就叫做 志强运动 1861到1895年背景下 中国的 军事现代化及 李鸿章的影响 这个真是挺专业的 不是说笑 当然就是 后来就是 也是小弟哥 台湾落地生根 之后他就离开了 埃怀区 就是贩卖土耳其的食品 后来也是取得国际记者证成为 土耳其 国际媒体 新闻社的台湾 特派记者 当然 土耳其的关系反而是 跟中国大陆好一点 是跟中国大陆好一点 这个吴峰 他说的我觉得也是事实 也是事实 国际观 坦卜招斯玛丽 你看他们说的都是讲到自己的世界 当然你说做戏的 但是 你看他们那种 你说自信还是自大 就自己想 有很多人是真心自大 真是有人去接待的 现在 原来有人去接待什么人 就是 爱沙尼亚国会友台小祖 会罚爱沙尼亚 陶宇说 又友台小祖 去了台湾之后 就被大陆懲罚 但是爱沙尼亚就好像 没有这个立陶宇那么笨实 立陶宇就整租大事处引好了 但是爱沙尼亚没有 原来 爱沙尼亚的友台小祖就访问了台湾 这次接待他的 因为现在韩国语 就是 当了 都算是 这个 大的官 原来接待他的韩国语 韩国语致辞时也感谢友台小祖主席 多次支持台湾参与 联合国系统 希望未来 和爱沙尼亚好像朋友一样 往来 当然这些都是说话 你看他就算绿营和蓝营组 都有一样说这些 当然 爱沙尼亚就好像 没有 跟他长边会议 或者立陶宇和台湾地区 他长边会议不是正式会议 是 小型会议 有些叫长边会议 不是主族会议 他们也叫长边会议 在里面开会 他坐在地上开 爱沙尼亚当然是130万人口 而且牙斩斩 他就吹得很大了 其实以前爱沙尼亚都挺厉害的 Skype就是爱沙尼亚做的 后来好像买了 好像买了给微远 还是什么人忘记错 但是Skype 最初都挺好 其实我们有段时间都用过 但是 后来缺陷都挺多 所以 是 是abandoned 不要他 那就是爱沙尼亚的数码大国 尤其是 他们国家的数码公共服务 更加是台湾 是以至全球学习的目标 咦 那你就是查这个唐讽台 数位部长 就是数码部长 都快没得做 应该 查一下你也不怕 520之后他应该没有了 我觉得很大机会是没有了 原来他们也说盼望 爱沙尼亚的经济文化 还有数码发展方面 等等你会加深合作 那最后 因为韩国现在是院长 好朋友必须要多往来 表示 爱沙尼亚有台小组 真是多谢他们 爱沙尼亚也说 台湾人的 他不是赞台湾人的 晶片 赞台湾人的什么 什么 美笑 炸鸡扒 什么什么 美笑 美笑 台湾人的美笑 举世文明 这个美笑 泰国吗 是的 美笑之国 泰国 也为爱沙尼亚增加了学习的队长 就是台湾地区 他说 爱沙尼亚有六个不同政党 之前 绑台的就有五个不同政党 不同委员会 八个重量级的议员 我们很认真对你们 他也感谢台湾在疫情 那时候的 盘阻以及台人 与政府对乌克兰的协助 这些举动对爱沙尼亚很有意义 亦祝贺 台湾地区完成大选 亦祝贺 韩国瑜 做了院长 其实他对什么人 都是一样 不会说是对绿营 绿营更加被供屈塞 亦说爱沙尼亚和其他欧盟国家 不要对其他欧盟国家 寻求和台湾有更密切的关系 这个就是爱沙尼亚新的方向 当然有没有新方向 看看汤姆就是玛丽 看看有没有新方向 这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再见